台铁局长张正元将在1月15日退休不到一周前夕 台铁却耗资884万出版新书 其中还有描述张正元带领团队攻击 被外界质疑花人民的钱做大内宣 这是台铁的一个公开的标案 那也是跟很大的出版社合作 交通部长林佳龙被记者包围 问道这题讲话突然结巴了起来 也很这试册的书 也确实反映台铁 不管是在这个铁道文化 还有一些组织改造 跟相关的就是他们可以说一个铁道史 原来是我的老猩猩 他的这个标案的费用是用在哪里 我也请台铁对外来说明 而且等等花了人民公帑884万出书 然后还要大家再花一次钱买你的书看书啊 花钱大内宣有政府会出书 网友怎么看有人就说为树木和北极熊 莫哀谁说台铁没钱了 更有人直接呛名就是绿绿的大内宣文化 蔓延只能说人民的税金又再次的爆炸 拉姨我怎么说了又呢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